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真的 婚前要先講好 那就是房事 能先講好嗎 不能啊 婚前 有優力太多了吧 這種事情我覺得 就是要事先講 這個怎麼事先講 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我常常就是上網 搜尋這一種新聞 它不是那種什麼 英國還是哪一國 它不是就是講說 什麼夫妻之間一週性生活 大概有三到五次 在職場上你會比較有精神 然後心情也比較好 夫妻也就是不容易吵架 然後我老公也就是 我客戶非常相信 我講的這一些 然後我就有跟他講說 就是等我小孩生完 第一胎一個月後 做完月子 問題是你知道小孩一出生 實在是有太多事情 可以忙了 就是妳說連出去 就是我們自己顧小孩 怎麼有可能還花那個時間 而且那時候餵奶 搞到媽媽沒時間睡覺 都已經要厭睡了 對啊 然後還想三到五次 還想開房間 然後我跟老公說 我說我們現在這樣好像 也沒有辦法 就是長花時間去開房間 我說要不然 就是我們先把小孩 放在我們房門口 因為他不願意 放在房門口 像這樣子嗎 像這樣子嗎 放在房門口 什麼意思 因為如果嬰兒床 放在我們房間 我老公都覺得有人在監視 就是他會 沒有放在門口 你安心喔 就是只是放在房門口 因為讓他先在門口 總不要在旁邊 對 他去房門口睡覺是OK 反正都在室內 或者是那個 妳的空酒瓶旁邊 我也覺得是很OK的一件事情 然後就沒想到 小朋友就開始哭 然後我老公也覺得說不行 但這樣下去 我根本也沒那個 一個配樂不太適合 然後我也突然覺得 對 好像這樣子 有一點良心 不管怎麼可以 就是為了溫存 妳就把小孩放在房門口 對 然後我都說好 就直接推去妳媽那邊 推去妳媽的房間 有一個距離 家裡夠大也有一個距離 他說好 然後我就推過去之後 我說媽 那個 等一下小孩先在這邊一下 那個我跟 妳不用姐姐那麼多人 妳就這樣 媽祖道 媽祖道 你看宋哥 還不是真的 那個他現在只是模擬 那個表情跟眼神 就是已經 好 沒有 我們夫妻就有一些 就是然後我朋友 我就看一看他都說 年輕人什麼什麼的 如果真的很好耶 對 對啊 所以妳憑什麼有稻草啊 對啊 然後還要再繼續幫忙 收空酒瓶 對啊 但是要 搞不好還要收一些 其他的什麼 有的沒的 對 我還發現 連孩子推過去都能接受 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們可以安心去開房間 只要日後要開房間 我說媽 那個我們有事 要出去一下 我婆婆就說 好啦 早上 這個婆婆真的好耶 好體貼 那我有個朋友 其實我們大家應該 都有這樣的經驗 就生了小孩 剛剛 那個佩甄也講了 妳要幹嘛的時候 就是要把小孩支開 對 要不然就是要趁他們睡著 那我這個朋友呢 比較好玩 因為他們就是 小孩大概兩三歲 兩三歲那時候不懂都沒關係 就算看到了 也不會怎麼樣 對 但是當他到五六歲的時候 就開始會理解 因為他為什麼要用暗號 是因為有一次 他的小孩 就是跑到房間看到 就把爸爸 打爸爸嘛 說爸爸 你為什麼要推媽媽 然後媽媽還在叫 看到 就是看到了 所以他們從那一次之後呢 就約定好說 我們要想一些暗號 要不然這樣子小孩 看到或是也不好 那所以老婆就說好 那他們就用燭光晚餐 作為一個暗號 比方說老婆會說 老公我今天想要吃燭光晚餐 沒有很猥褻的臉 沒有 很正確的 然後老公就說 好 就代表這兩個就約定好 今天要做這件事 那小孩其實 聽也不知道你們在講什麼 當然一開始講 會問說爸爸 什麼是燭光晚餐 就是點蠟燭吃飯這樣子 所以小孩聽久了 只是記得爸爸媽媽 就是有時候會說 要吃燭光晚餐 但他從來沒看過 對 就有一天 就是說他們家族聚會 真的吃燭光晚餐 你知道嗎 然後就點蠟燭 就很有燈光美氣氛家 開始要吃西餐 結果突然之間 他的兒子就講說 原來燭光晚餐就是這樣 因為他從來沒吃過 然後他就在 他聽很多 對 他聽很多 他說那個 阿公 阿嬤 爸爸跟媽媽就是 很不公平 然後他為什麼 這是第一次來 那那時候媽媽 已經開始尷尬了 我就想說 不要講 吃飯了 所以這叫做竹光晚餐 這個真的是超尷尬 祝瑋哥 怎麼會是你本人的故事 才能叫你朋友 朋友 怎麼樣維持那個床尾盒 夫妻就是一定要有床 所以一定要 但是要維持親密的關係 然後我身邊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我是不自己洗頭的 我一定是 去給外面的髮廊洗頭 什麼 手 五十肩是不是 什麼 手有什麼問題嗎 覺得很浪費時間 然後覺得頭 吹到我手很痠 所以我都幾乎在外面洗頭 然後我老公就順水推舟的 在外面聚會的時候 如果生蠔吃多了 對 或者是幾杯黃湯下肚 他突然有感覺了 覺得可以來一下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跟朋友說 不好意思喔 那個浩如要 那個我們要回家洗頭了 其實是洗他的頭 外面你永遠都這樣講 外面你永遠都洗大頭 還洗小頭 對不對 真的 好 好 洗頭 聽起來 洗頭了 因為他會跟小孩說 快點睡覺啦 現在是九點了 上床睡覺 等一下 你們洗頭要洗很久 還要吹頭髮 所以這是你們的暗號 還要吹 對 還要吹 還要吹 還吹頭髮 真的很吹 真的 真的很久 老吹 老點 明白 對啊 樂榮 像我就是要把 我就覺得夫妻那個小孩 也是影響很大 所以你要那個 小月櫃的時候 還要把小孩除以掉 對 要把小孩除以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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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譬如說說 像室友你要拿錢 給他看電影 那小孩就是可能要請一些 長輩幫我們照顧一下 那我們這樣就可以 有兩人世界 對 慢慢吃 對 包吹 我覺得除了體力量 那個心也很累 對啊 因為我女兒是一個 高需求寶寶 然後她也是個高明兒 所以她在情緒方面 我們都要一直去跟她 也不是好 就是要安撫她 太累了 然後就又想用我自己的 me time 對 所以就自己在 alone time alone time 因為自己要沈澱一下 今天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變成就沒有好好的時間 可以相處 又或者 終於有那個心思跟體力 想要好好相處的時候 就會被女兒打擾 對 這邊在那個不該起來的時候 她就不然有媽咪 妳明明知道那個時間 她不應該起來 可是她就偏偏就拖著她的小被子 然後就門就直接這樣沖進來 所以什麼都沒了 沒有 什麼Feel都沒了 什麼Feel都沒了 會不會是爸媽有印象 你們到底是有多少次被打擾 怎麼樣 你們家從來都會被打擾嗎 那你們 你們都有什麼招 跟我們交一下嗎 所以你的門法會掛一個襪子 是不是 小孩就不會進去 因為不能那個啊 不能鎖門啊 小孩子在睡覺 我們也不能鎖門 因為要隨時有可能要進來 對 但是那個 那個床有一個 那個床會分開 那種不會震動的床你知道嗎 就是她的床跟我們床 是不一樣的嘛 好 所以妳就知道她在旁邊嘛 對 然後她如果 她醒來就趴了 妳也不要動 兩個都不要動 什麼啦 裝死 這太奇怪了啦 在床邊 還睡在旁邊 可是小孩已經八歲了耶 裝死她也看得出來 現在沒有啦 就是以前是會這樣的 大概一年級的時候還是會 就趴在旁邊 然後 你怎麼來 她不... 還會白夜 還要故意 好 來 等一下 故意要假裝我們睡著了這樣 他們都看得懂 對 然後她 我跟你講 有時候會這樣 譬如說你趴在老婆身上對不對 她會 她會爬起來 看你兩個都不懂 她會這樣 她真的會鑽到你們兩個 重疊到你們兩個中間 媽咪為什麼有大象 沒有 她還沒有抓到大象 對 媽咪為什麼沒有穿褲褲 還沒有這樣問 真的好 真的好 對 她就反正就鑽到中間 然後卡在裡面也不動 所以你看到父母要找夫妻 要找到那個兩個人的甜蜜時間 其實也是需要一點技巧 要小孩要自己睡之前 基本上那個都沒有什麼 這種睡話的經常 對 老實講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決定 金銀銅鐵 哪一種湯匙我們生下來 父母親不能決定對不對 可是很多人覺得說 其實結婚 或者是這個娶一個太太 它是人生翻轉的一個契機 沒錯 我如果這個男生 有這種的機會 對 而且男生如果娶到一個 比方說富家女 她等於就可以 小奮鬥一輩子 那可能這一輩子 可能就是躺著幹 或者她可以接收 比方說家裡面的地位 勢力 金錢等等 所以那女生她覺得說 天啊 如果一個男人求婚 就是一個時刻拉的鴿子彈 而不是一個什麼 一開罐的拉環 但是真的沒有像大家想得 這麼開心 其實裡面太多美感 我有一個朋友 其實她是 她算是比較 就是中規中矩的一個上班族 但是她好巧不巧 她遇上千金了 天啊 就人生翻轉 而且千金很愛她 對 千金愛她 然後她是 她們家的 千金的家裡面企業是做建築 然後那時候 兩個人就很開心要結婚了 那其實岳母那時候 就跟她講說 其實我們也不會 我們家沒有缺錢 那我們也沒有奢望什麼東西 我們沒有條件 沒有 沒有沒有 而且結婚湯天 對 然後我會送房 然後我還有送珠寶 這是我女兒的嫁妝 所以你都不要有壓力 不要有壓力 好 說不要有壓力 來了 來了 她說那但是妳知道嘛 怕誰 我們家有頭有臉 所以辦那個婚宴 你都不要擔心 但是我們會主導 可是我們要有門面 象徵百年好合 你把媽媽傳一個 一百兩的黃金 一百公斤 一塊差不多是一公斤 所以一百個就要疊起來 就百兩 它叫男生準備喔 對 那他上班族耶 對啊 他說沒有 我沒有要幫你拿 那你要擺出來 那用紙可以嗎 有 那個 那邊有了 誰要燒的 那個燒 收局有在賣 你把它叮起來 最上面那一塊放真的就好了 這樣我牙 牙畫眼 所以講一兩黃金 現在大概差不多六萬多塊 對啊 其實一百兩就六百多萬 有紀錄 紀錄太太 那是喜事怎麼用紙做的 對啊 它就是要一個疊起來 然後再來喜餅 我們要喜餅山 對 我們男生女生一起辦 所以那個喜餅 當天我們就發給人家 就是大家覺得很澎湃這樣 然後其實他就覺得怎麼辦 你雖然不拿 但是我光是要去準備那些黃金 就是一筆錢了 這樣啦 媽媽 妳房子先給我 我房子可以去抵押 抵押出來 沒有 通常男生會覺得說 反正就牙一咬嘛 然後反正我娶了妳 反正一切都不一樣了 那這個是成本要花的嘛 所以你知道嗎 但是不是這個而已 對 投資 結果你知道嗎 後來當天不得了 因為有那些黃金 他還花錢 請了保全 然後還要請那個什麼保鑣在旁邊 所以這個又是一筆錢 對 然後反正咬著牙就結完婚了 他想說一切都過去了 終於可以喘口氣 那當然他是負債的狀態 可是好些還在後頭 所以岳母就說 你知道我們家女兒 我覺得她還沒有長大 不可以太早 有孩子 妳慢慢來 過個兩年 待會兒 訓練一下 所以妳們不能太早 太早的小孩 那怎麼辦呢 妳總不能規定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炒飯對不對 岳母非常厲害 她有她的招數 她說她去買了 不知道哪裡買的 特有的那個保險套 我提供保險套給你們 好可怕 對 你們炒飯的時候要戴保險套 她想說天啊 那算了 那就這樣子嘛 那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沒有 她讓你沒有縫隙可以鑽 然後我會來檢查保險套 你用完不能丟 我要原樣的回收 再補新的 好噁喔 保持 是啊 那有的時候 真的一時激情就沒用 她媽也管不著 妳講對了 她就覺得說 那你們一定年輕人受不了 她大概一個禮拜三天兩頭 會來跟他們住 然後不准關門 然後最後她受不了事 她岳母來孫孫 跟他們住就算了 就一個禮拜兩三天 她其實她岳母 就是就時髦耶 然後其實六十幾歲 六七十歲 還是都會穿性感睡衣 然後會來跟他們說床邊故事 就說女兒 我跟你說什麼什麼的 然後教她女兒要長大 那老公都沒有請太太去溝通 其實太太有跟媽媽講 可是媽媽有一句神回答 很妙 媽媽說 我是媽媽 想我坐 她媽媽不把她養過了 那沒什麼 對 就是 所以這一切的一切 讓她覺得太崩潰了 最後來就離婚了 好可怕喔 我剛剛一開始 我本來想要鼓勵簡律師 還有機會的 沒錯 我聽到後面想說 算了啦 勝資會怕 牙一咬人一下也可以 不行啦 所以我們這個十六歲就立志 我打算靠自己賺錢 這個目標 我覺得目前聽起來 自己當好門 我覺得我們的個性真的沒辦法 我們就自己當好門 努力就對了 對 我們處理過一個案例 就是說這個太太跟婆婆住在一起 那其實大家知道 婆媳之間總是有一些的嫌隙 她常常有時候 突然接到這個婆婆的電話 就跟她講說 這個家裡的水 妳剛剛因為媳婦比較晚出門 家裡的水 妳那個水融合水 妳好像沒有關 妳立刻回去關 那這個媳婦當然滿臉的 黑人問號 為什麼妳會知道 然後接著我再講更奇怪的是 當她在跟先生 因為他們急著婚後想要生小孩 就是婆婆有壓力 在婚 在這個房間 歸房做愛做的事 先生一幫她脫衣服的時候 婆婆立刻來敲門 就跟兒子說 那個明天是不是帶媽去 上那個菜市場買個東西 燉個雞 就會有事 對 就是婆婆會用各種方式的 去介入 那當然我們可想而知 婆婆在家裡動了什麼手腳 就是好像隨時有人監看的感覺 對 就是她裝設了 現在很多叫做小米監視器 好可怕 對 暫自裝監視器 沒有得到那個被拍攝人的 同意的話 其實妳是觸犯法律 在家裡也不行 家裡不行 也是不行 因為每個人保有她的隱私 我們處理過很多案例 都是因為裝了監視器 或者她隨時去 甚至你去滑開人家的手機 看裡面的訊息 把裡面的訊息拿出來 當作離婚的提告的理由 都可能 觸犯妨礙秘密罪 都會觸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是 所以最後這個媳婦她就說 她就跟她先生講 要不然妳就跟我離婚 妳給我兩百萬賠償金 否則我就到那個警察局 去提告你媽妨礙秘密罪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你看就衍生出這樣 這種很嚴重的家庭的糾紛 所以大家還是要小心 我的比較怪啦 日火變怒火 浩哥你怎麼都是浴火 他沒有酒喝就這樣 沒有酒喝就有浴火 都都是這樣子 你沒有酒喝就算浴火 我真的覺得你很像 色情的悲哀 不是啦 你們說是瞎解了吧 好不然你都瘦下來 對 但我覺得這是 這個射手座比較獨特 是他比較有點白目白目的 比較不進入狀況 就常常搞錯人事實蒂物 就是說這個東西 如果放在對的時間是很OK的 要把它放在錯的時間 比如說有一次那個是 我們也是吵得非常非常的兇這樣 然後吵完以後 然後我們就睡覺了 結果早上一起來就被咬醒 我說奇怪還七八點外面還下著雨 你在幹什麼 他就一直咬我 一直咬我笑說 那應該說個對不起 我說好啦 知道錯了就好 我還跟他講說 好啦 知道錯了就好 他說不是 你看看 我要把我眼睛睜開 把他這樣拉開 我一看說嚇到 但是是凌晨七點 早上七點 怎麼了 早上七點 該成立囉 沒有 早上七點 六點空裡面 沒有 如果是晚上十二點 或一兩點都OK 我很開心 I'm happy But not I happy Can not happy 因為七點 菜菜咬我的時候 女兒就在外面 女兒就在外面 我就聽到女兒在這邊跑步 急著要打開 推開我們的門的聲音 他就想爸爸呢 我就聽到兩個姐妹說 爸爸呢 他們應該睡覺吧 應該他們快起來了吧 我們就等一下好了 我們等一下要不要去 吹那個門 小孩在門口叽叽喳喳 你都聽得到 對 因為那個孩子 他們應該睡了嗎 還沒睡 應該起來了吧 我們等一下再推 要推嗎 推嗎 等一下好了 要不要推 我就已經很緊張你知道嗎 他還有一個大小姐 還在旁邊這樣 叫人家推 推的要要那個 我說不要啦 不要 真的 很危險 很恐怖喔 真的很害怕 我到時候會硬你被子 不要 你又搞到把嘴巴捂住啊 對 你這樣很刺激耶 什麼刺激 刺什麼雞 我跟你講 沒有 姐懂 他真的懂 姐 你懂 沒有 姐不懂 因為姐 姐也是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小孩在旁邊 那壓力太大 因為男人會有壓力 會沒有辦法 你知道嗎 太緊張了啊 而且我講那個棉被裹很緊 我說不要 你不要來 趕快棉被扯起來 他會隨時隨地要推門進來 很快也還好 什麼很快 很快 這個有最強 老師不會很快 老師不啟動而已 一起動 我跟你講 不是 你抓對 你再怎麼講都沒用 沒證的 我跟你說 你老婆認證很快 什麼抓緊 抓緊 就是讓老公就是開心一下 就OK啦 又快又自禁 我沒辦法 那壓力太大 所以禁箱家會有這種問題嗎 妳家也是這樣 林道遠也是會這樣子 也是很快嗎 不是 她很快 她也會用這種方法 她會趁晚上小朋友睡著之後 然後我明明就在不爽她 在跟她冷戰 然後她就故意在電視前面 開那個電視 然後開了之後就會說 奇怪 那個遙控器怎麼好像壞掉了 因為她就不小心轉到A片台 然後又不小心把那個聲音 調得很大聲 那我們家小朋友就在旁邊睡 阿公怎麼辦 我想到阿公 阿公在門口聽 阿公沒有戴耳機 要進去囉 阿公有沒有戴耳機 已經睡著了 又要來了 阿公要推你們進來囉 阿公要進去囉 阿公仲聽 他就會故意說 奇怪 是咬空氣壞了吧 為什麼一直關不掉 一直沒有辦法轉台 然後我就會這樣擺眼他 我就會不想理他 然後當沒事這樣 然後他就會開始默默地過來 手就這樣子滑過來 然後就這樣子過來抱我 然後我就會把他推開 給他死亡之童 我們現在在冷戰 傳授一下 我就說我們現在在冷戰 你可以不要碰我嗎 陽光氣壞了是不是 沒關係啊 然後我就直接走去電視前面 然後把插頭拔掉 然後手機拿了 我就傳那個A片的網址給他 我跟他說A片網址給你了 自己去廁所解決 可以要來打擾我們跟小孩嗎 很丟臉的事耶 這可OK吧 我覺得你的號號 他還幫他找好電線 這不是重點嗎 為什麼你有這樣傳給大家 為什麼你有這樣傳給大家嘛 你們會有啊 真的 這已經算服務周到 因為如果那個在震怒的時候 然後老公還要想要進一步 我覺得很多男人 這個招真的很爛 因為他會覺得說 就是來一下就沒事 像現在壁咚咪或是床頭槽 就一定會床尾合 超級的 真的沒有這樣 小孩都是不是更好比了 有時候不是我們自己要比耶 有時候是小孩子讓我們出糗耶 小孩子在那邊亂講一通 我們現在很多家庭會一起一日出去玩 對 然後爸爸媽媽聊聊天 有時候會沒話講 然後就看著小孩子在那邊玩 就喝喝的 突然沒話講 然後大家就看小孩子在那邊玩 然後可能我女兒就會先開始說 然後妳們好誠實喔 對 然後旁邊的家長就看我 我就說那還好吧 也沒有很貴啊什麼什麼 然後另外一個小朋友就說 我們家也很沒有錢耶 房子是我阿公的耶 然後我媽媽也叫我要存錢 以後不要嫁像我爸爸那種人 然後沒在過期 他爸爸就這樣 然後他媽媽就說 哪有 我哪有這樣子說 你不要亂講好不好 他就說有啊 我媽媽叫我不要談戀愛 要多看看 然後他一嫁給爸爸 然後他媽媽就 然後我們在旁邊這樣 腳也軟 你們小孩 我們不趕快聊別的 沒有 我們就說 有些事讓人家都想聽 對 這時候多想聽啊 我覺得他好長喔 我們就說不要這樣不好說 然後我女兒就會說 用爸爸跟我媽媽 他都會裸體做運動 然後我們就想說 妳要亂講什麼 亂講 妳們亂講嗎 你們怎麼那麼不避諱 然後換了什麼 然後每個家長就很開心 裸體 因為我們家 我們家我公老公 都會玩完健身環 然後再加完健身環 我們沒有裸體 我們有時候可能就只是 穿著那個上衣 然後穿著那衣 因為想說我們做完 就要去洗澡了 妳講到這個 我跟你講 我想到我有一次 真的很丟臉 怎樣 因為我們那一天是一個 真的是 就是那種四五點那一種時間 然後突然就有一個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的 然後剛剛兩個人都在家 然後就突然就是對上眼了 就覺得說 就是 來一下 就是覺得這個時刻 好像可以抱一下這樣子 然後我被妳就是 抱完一下之後 拍著門要出來倒水 而且我開門要出來倒水的時候 我還說 妳在拍廣告 一開門走出來 四個小時 阿伯 媽媽 伯伯 全部坐在客廳說 她說什麼 佩甄啊 我們提早來了 我應該很高興 是不是又可以抱孫了 重點 我那個大喊說 好舒服 妳先 不要這樣 我跟這邊夫妻感情很好 我覺得我都可以這麼丟臉 我的頭 爬都打翻了 謝謝 對啊 長輩整個真的是這樣 佩甄 就很尷尬 但是還有一個部分 也是會讓老婆覺得 壓力很大的 對 刑房 我的天啊 我知道刑房 妳真的好敢講 我們都不敢說 對啊 我也不知道轉到這一邊 對不起而言 其實真的是一件 非常平常的事情 可是我真的 為了刑房這件事情 跟我老公說 那乾脆我們理一理算 妳現在要開始講故事對不對 對 妳往右邊看一眼 她老公 幫我 妳可以去 妳可以去外面一下嗎 妳先離開一下 還是我先講 我們到了香港以後的事 對 掉了眼神 對 因為我老公去年結紮之後 我 真的聊很開耶 好可怕 我們的刑房次數 從一個禮拜的一到兩次 變成他天天都行 天天 意思是說 天天擦之後會變猛喔 對 有這回事 小梁跟 他就是來這裡做面子的 就對了啦 憲要文 對啊 每天都天亮才睡就對了啦 對啊 這不是好事耶 天天聽起來好有壓力喔 有史可見 老婆晚餐煮飯 他真的沒吃飽 他認真沒吃飽 所以我下次要煮多一點 對 才不會來吃我 好恐怖喔 所以我一陣子之後 我就開始累了嘛 我就會開始反感啊 所以我就會開始拒絕他 可是他就會很生氣的跟我說 為什麼我想要的時候 妳不給我 難道妳是要我去外面找小三嗎 什麼 我聽了整個話 火大耶 真的 我每天在家裡這麼辛苦 我要做家事 我要顧小孩 我還要去工作 我晚上還要滿足妳 妳都不能為我想一下嗎 妳可不可以不要只在乎妳自己 所以我們就坐下來好好的溝通 討論 從那時候開始 只要他想要我不要的時候 他就要自己想辦法去解決 對 就是彼此要找到一個平衡點 而且要雙方都能接受 因為親密關係還是夫妻 滿根本的一個關係 所以還是 對 家裡人啊 好舒服喔 好了 說大家去討論說結婚前 去討論結婚後的刑防的次數 這種頻率 這種在法律上 它是真的有效益的嗎 我們講兩個點 第一個就是性自主這個東西 不管是 所以夫妻之間也有心情害 所以協議也沒有用 對 所以第二個就是 協議也沒有這種效果 你約定也是無效的 那我就講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比較特別 是有一對的夫妻 他們之前在情侶的時候 就是在房事上面還滿契合的 那他們也很願意去玩一些 不同的角色扮演 那有一次在婚前的洞房那一天 他們排了一個奇怪的角色扮演 他們是玩性工作者跟恩客的角色 他們覺得這個方式太好玩了 他們又再進行了幾次 他們就乾脆簽了一個約說 老公如果恩客要來消費的話 那要支付給老婆幾百塊錢這樣 那錢當然也不多啦 老公一開始才會乖乖付錢 可是付到最後其實也不是沒有錢 就是kimoji不好 你憑什麼我是你老公 為什麼要收錢呢 對 對 那他們這樣子 就是六年 都沒有發生任何的性生活 六年 那感情就變直了吧 對 那老婆就說 沒關係啊 你就簽這個約 可是老公就受不了 就提起了禮婚 老婆就是入戲太深 對 那可能也是喜歡 就是存錢這樣子 那反正到法院上 他老婆就跟法官說 奇怪咧 當初簽這個約 我也沒有強迫你 當初大家就開心感情的 那你怎麼可以現在又返回 那老公就說你是我老婆 憑什麼要我支付這個金錢呢 那最後法官怎麼說 他說婚姻是很神聖的 你們簽這個約 就好像在晚一樣搬家家酒啦 沒有人這樣 已經達到沒有人可以繼續 這個婚姻的程度了 那最後老公就勸說 那老婆啊 如果你真的不願意改善的話 那我真的要判離婚囉 那可是老婆就堅持說 我沒有錯 我絕對不認輸 我也不願意改善 那最後還是判離了 那這對夫妻就真的就這樣子 就因為這樣就離婚了 對 就是在這個婚前協議 就算有簽 無論要發生幾次 品質怎麼樣 或是說要不要支付對價 都是沒有效